感情是我们一辈子都需要的 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是孤单的 是可怜的 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 还有友情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感情能够和谐 特别是对待爱情的时候 我们比较追求完美 希望两个人能够理解包容 彼此信任坦诚 理论上说起来 爱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 但是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隐私 不想跟另一半说 男女交往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对另一半有所隐瞒 这样会让对方不信任自己 导致你们之间感情不和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直接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 特别是女人 一些隐私不能告诉男人 因为感情是自私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男人有很强的占有欲 一旦让他们感觉不好 他们也会有想法 聪明的女人这三件隐私 不会告诉男人 撒女人才会全盘拖出 第一件 不要告诉男人交过几个男朋友 现在的社会思想没有以前那么封建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也没有那么多限制 有些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感情经历 每个女人在遇到自己最后一个男人的时候 以前都会有其他感情 大部分的男人几乎都会问 你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 这时候女人就要学聪明一点 虽然男人说不会介意 你也不要告诉他 只需要说现在和以后的爱 只有你一个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实事求是的说出来 男人如果觉得不开心 那这个就会成为你们感情的不定时炸弹 聪明的女人会对以前的恋情绝口不提 还是那句话 感情是自私的 如果男人在乎你的过去 跟你分手 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第二件 不要告诉男人自己和姐妹的秘密 每个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好朋友 好姐妹吧 感情好的时候 你们无话不说 无话不谈 什么烦恼和秘密 都会告诉自己最信任的朋友 女人就是天生八卦爱好者 哪里有八卦 哪里就有他们 但是有些秘密只能两个人分享 聪明的女人懂得事情的严重性 不会为了过嘴瘾 把这些事跟丈夫 或者别人说起来 有些秘密一旦说出去 可能会给你闺蜜 和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女人不得不思考全面一点 不要拿别人的隐私 去换取自己的利益 现在很多男人出轨闺蜜的新闻 女人就是没把姐妹和丈夫的关系分清 才会给丈夫有迹可乘的机会 第三件 不要告诉男人自己有多少私房钱 结婚之后 虽然说夫妻财产是共有的 但是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私房钱 出家的时候 父母都会给我们嫁妆 嫁妆的多少 会影响到婆家人对你的态度 父母总是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有些父母希望你嫁到婆家过得好 还会给你一些私房钱 这个钱就是房子你在婆家受委屈 自己拿来花的 聪明的女人不会告诉男人自己有私房钱 撒女人就会全盘拖出 遇到一个靠谱的男人还没事 如果遇到一个对家庭不上心 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那你就等着过苦日子吧 所以女人在结婚后还是要替自己考虑多一点 结语 夫妻情侣之间互相坦诚是很重要 但是这几件事却是女人应该隐瞒的 为了自己的婚姻和感情 不要告诉男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你无法看清每一个人的目的 有好人也有别有用心的人 女人为了保护自己 不得不留一个心眼 这不是欺骗 不要觉得是真理负担 一些撒女人觉得男人爱你 不会介意这些 你就大错特错了 不要有侥幸心理 幸福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 不要把选择钱交给男人